目前在欧洲每卖出10台性能源汽车 均有一台来自中国 如何让这十分之一的比例 分子变得更大一些 在2.23年或许就将开始渐分响 伴随着中国汽车产业一路奔向低碳智能的未来 咱们后继多年的产业竞争力 也开始在全球竞争中显现出来 国产性能源汽车呢 已经在三变技术领域领先全球 中国制造的汽车时代还会有多远呢 嗨大家好 这里是螺旋实验室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2022年呢 新能源汽车行业有个重要事件 那就是比亚迪反超特斯拉 重新夺回了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宝座 不过单就纯电动车而言 特斯拉依旧蝉联全球销量榜榜首 比比亚迪高出了近40万辆 根据两家的数据显示 比亚迪全年累计销量达到了186.9万辆 同比增长152.5% 而特斯拉全年累计销量呢 为131万辆 同比增长40% 未实现此前设定的150万辆年销量目标 虽然单就纯电动车而言 特斯拉依旧蝉联全球销量榜的榜首 但中国新能源车企的逐渐崛起 已经不容小觑 2022年前三个季度 中国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越德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呢 全产业链布局的优势在中国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望 全球市场占比较高 这一点已经开始成为业界共识 另外呢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优势呢 正在向全球辐射 无论是在配套基础设施领域 还是在垂直细分市场 无论是在更先进的智能技术 还是在更丰富的产品线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呢 多个环节都以高性价比 高技术 高稳定性 在国际市场闯出一片蓝海 虽然技术实力占优 但国产新能源汽车也存在短板 比如缺少高端的豪华车型 根据2022年11月的数据显示 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 渗透率为56.5% 但豪华车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 仅为32.1% 虽然像比亚迪蔚来等车企呢 近年来也一直在向高端市场发力 但仍需要一定的时间沉淀 过去在燃油车时代 国内车企很难跟国际大牌 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 尤其是想打入欧美等汽车工业 发达国家的市场 更是处处碰壁 但现在呢 中国车企牢牢抓住了 新能源这一市场风口 实现了换道超车 中国车企出海 已经从以往引价换量的套路 转变为利用产品品质 核心技术 品牌形象等高附加值属性 来赢得市场 从而拥有更高的溢价能力 车企有了可观的利润 又可将更充沛的资金 反补到产品研发当中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新的一年刚刚开始 新能源补贴退场 特斯拉大幅降价 比亚迪仰望品牌 推出百万级SUV 这些考验汽车业同行品牌 定位和利润率的大事件 接踵而至 更加激烈的竞争就在眼前 而对于中国新能源车行业来说 汽车强国的梦想 或许就会从2023年正式起航 好了 这里是螺旋全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